2021年5月30日 李铁将作为国足主帅 首次带领他的球队踏上试育赛的征程 本期足三时光机将为您回顾球员时期的李铁 首次代表国足参加试育赛的情况 1996年底 中国队在亚洲杯中鲨雨而归 随后主帅七五生从当时留学巴西的建立宝青年队 紧急调入六名小将 李铁便是其中之一 从各旁边的舆论界 我看感觉好像是国家队中场比较像 那时候是个比较弱的环境 而我又是一个打中场的队员 我觉得在中场应该是可以有一拼 我有我的优势 他们有他们的优势 但我觉得中学水平应该说差不太多 如何把自己所学到的东西 在猪育场上能发挥出来 这也非常关键 很多中国人里面都是 学完了以后 但猪育场上只能发挥到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六十 而八学人里面也很多都是 百分之百或者是超水平发挥 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我收获对大家 在97年1月进行的中美足球友谊赛上 李铁首发出场并打入一球 虽然面对空门 却把球打在横梁上的操作 曾引来无数人的吐槽 但李铁依然凭借着 其充沛的体能和良好的大局观 迅速获得了国足主力的位置 在数据赛第一阶段比赛中 李铁常常首发表现出色 李铁的得分是八分 初次参加大赛 年轻球员所要承受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紧张可以说是非常正常的一种反应 不过对一个年轻球员来说 这又是非常难得的机遇 李铁需要牢记的是 希望在后面 只要他能够认真地总结好 前三场的经验教训 打好后三个主场 相信李铁还会有长足的进步 随后国足迎来了十强赛 而首场2比4被伊朗逆转的比赛 是很多中国球迷永远的痛 中国队应该明确 谁将成为李铁的新替补 是徐红还是孙继海 在中一比赛进入到后半段时 李铁由于体能消耗过大和身体单薄 已基本上丧失了防守能力 在后卫线前面的这道 最后的屏障突然出现了缺口 事实证明 这也是导致中国队连续失球的重要原因 中国队现在实行的四五腰的新阵型 对后腰这个位置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从李铁在这场比赛中表现来看 他还没有完全适应 在第二场客场占平卡塔尔后 李铁被调整出了主力阵容 随后国足便迎来了两连胜 然而尴尬的是 李铁刚刚回到主力阵容 国足便在客场一比四 惨败于伊朗队 紧接着主场对卡塔尔的比赛 成了国足把握自己命运的最后机会 主场打卡塔尔吧 四为一个机会 就是我们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会 因为当时是公认的卡塔尔是最弱的 中国队在比赛中取得了梦幻开局 由高峰打进一球 而随着凯塔尔大局反攻 李铁的表现引起了现场球迷的不满 换离铁的喊声响彻全场 七五声也因此在上半场便用彭伟国将离铁换架 他把我换到后腰 把彭伟国换上来 其实有个情形 彭伟国是前几场的比赛一直没打 什么原因 主要是半夜版 任代全部是坏的 那个中间是他自己请来的医生 一直给他治伤 那天他请求上场 我一看换我下点队 整个点防守 彭伟国本身就控修好 那时候打到前掌的球已经控制不住了 那我换我的 向同学国能控制一下球 能拿走球以后 给快的塞一些球 这个想法都对的 主场输给卡塔尔后 国足在客场1比1占平沙特 彻底失去了出现权 应该成什么责任 我必须成什么责任 现在我也不能和您说 我今天要做什么责任 耽误什么责任 我应该成了就应该成了什么 卡塔尔这个主场 是最遗憾的 因为我们领先的 作为一个教练员来讲 应该首先一个能够做到的是 我排除这些干扰 但是我没做到 我在97年的时候 全场失败一起 还换离铁的时候 你要学会承受这些 但是我经历过这些之后 我在面对压力的时候 我就没那么害怕了 我面对再大的压力 坐在这里 我量心跳也是无事下 第一 我要找到能愿意为国家踢球的人 第二 要能承受国家这种 国家队这种压力的球员 真的希望你们能 多给这些球员多一些鼓励 这样可能会帮助他们 去建立这种信息 谢谢大家